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题材是胆子流系列 中二胆子流和沃尔道胆子流 比较清新 不是那种血腥的 开场上古史的胆子流 以前来过 之前的视频可能是放过 在现在镜头的左上方一个凹陷 那个区域是中二的我们叫上古史区 胆子流把上古史外侧臂破坏以后 掉落出来啊 也可以自己我们 刚才那个上古史单流破坏呢 相对比较小啊 这个就比较明显了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坑啊 这两个病例之前好像都来过 应该是都来过 定期过来清理 之前前第一个那个病例啊 没有进行 还没有进行CT的检测啊 因为牵扯到 身体的一些其他个一些特殊原因啊 还没有来得及做CT 这个是已经拍过CT了 它周围残余的胆子流 组织非常少 所以只是定期清理就可以 当然也有一些医生比较的积极一点啊 会认为应该手术把这个缺损修补上 透于同一个疾病啊 不同的医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中耳胆子流呢 也要区分具体的类型啊 有一些 位置比较深啊 紧贴近像面神经啊 脑组织破坏比较大的这个情况 是肯定需要手术的啊 切开中耳的骨骼 把这个胆子流清理掉 而有一些位置非常局限啊 就像这两个病例 局限在啊 上古史这个区域 这个位置相对来讲 离重要的结构比较远 而且它对外有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通道 可以通过这里定期的观察定期的处理 所以这种情况不一定要手术 这个不是我个人的单独的一个意见啊 这是我们一部分二个医生的观点 这个病例 我找我的老师啊 硕士的老师也看过 啊 就是去年年底那个去世的那个老师 硕士的老师 他也认为那个病例是可以暂时保持原状啊 暂时不动 这是一个外耳道的单指流啊 外耳道单指流相对比较简单 可以全部通过内镜处理啊 中外耳道单指流因为位置有一些的骨骼的深处 内镜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啊 必须要通过电钻的切割啊 把骨头切开 这个在外耳道单指流里属于破坏 嗯 中等吧 还可以 外耳道后壁的骨骼啊 被侵蚀了一个大坑 然后定期去打扫它这个堆积的角化层啊 原有的外耳道的字节功能一旦 外耳道皮肤的字节功能一旦丧失 不太容易恢复 现在还没有一个药物或者是手术的方式让它恢复 曾经有医生啊 采用过直皮啊 把身体其他区域的皮肤啊 腹部或者是大腿 就是比较隐蔽的 不会暴露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不会有影响的区域的皮肤 嗯 切下来直到这块 但是依然没有字节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身体不同区域的皮肤啊 功能生理现象不不一样 这个是无法替代的 别说是其他就是腿或者是腹部 呃 也有从耳后这个区域切过的 从就耳后我们叫乳兔区域 差不多就类似于像头皮这个位置啊 接近于头皮但没有头发这个位置 切下来直进去啊 还是不行 这个呢 不光是味道的皮肤字节功能不好 连它骨膜表面的这个字节功能都很差 一层啊 薄如蝉翼的 上皮组织 需要定期的去清理 打扫啊 这个 比较紧张啊 它第一次处理的时候 没在我这弄的 非常疼 所以每次来都全身蹦的劲儿 早些年啊 有一个观点 就我还上学那会儿啊 两个医生中有一些观点 就是认为这个腕道单着流需要把腕道口完全做开啊 扩大 因为现在它是一个痰子型的嘛 就是嘴小 痰大 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就有一些医生认为应该把这个痰子口扩大啊 给它改成一种叫喇叭口形式的啊 外边大 里边相对小一些这种情况 但实际上 嗯 后来发现这种形式对于胆子流的形成本身并没有实际作用 仅仅是方便了医生的处理啊 我印象特别深啊 有 曾经有前辈说 把这个口做大了 它里边的东西就容易掉出来了 就不容易堆积了 呃 早些年我还就真就觉得这样挺有道理的啊 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啊 因为这个人这个想象跟实际情况是两件事 您确实就看到这种八口做大以后 依然在里边啊 反复的堆积 脚化层啊 现在这个是在骨膜表面一层 这个非常的薄啊 这个还好一点啊 整个全程接下来没怎么出血 有的 稍微一碰啊 就因为它这个地方 但是上皮下的这个血管非常的薄啊 已经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皮肤血管的形态 一撕下来就一层这个血珠啊 静音剔透的跟琥珀似的那种 后期在有内镜的情况下 不用肉眼操作的时候 然后这个万尔道口再做了非常大的意义就基本上没有了 当然有一少部分万尔道口极度下窄啊 已经是 达到说是内镜也没有办法操作的时候 那当然是 应该是去做一个整个的扩大的手术了 像这种大小就没有必要了 我觉得在 五毫米以上基本上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现在常用的内镜 医疗用的啊 2.7 这个直径2.7 嗯 再搭上一点器械 稍微点空间 5毫米基本上就够了 我们一般的是在一厘米左右 有一些人窄一点 有的人还很宽 这个非常薄 估计有的人看得到这已经很着急了啊 很不得一脚给我踹开了 这个不能 心机吃不了热豆腐 嗯 拉了丝了啊 这种有上皮的这种 嗯 脚化的肌腻组织啊 这种是不能做冲洗的啊 尽量不去冲洗 因为 为什么 一会掀开就知道 底下这个骨膜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啊 非常非常的薄 最后一层这个壳掀掉以后才能看到 他的骨膜啊 骨膜的呃 上方这个位置 就刚才那个所谓的上股市单着流突破那个地方 骨骼已经被完全压塌了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儿结束啊 今天是情人节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谢谢大家 周四再见 好 谢谢大家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